學民思潮的周庭辭任發言人一職 周庭在社交網站發表聲明 說擔任學民思潮發言人之後壓力逸增 參與雨傘運動也使他身心疲累,無法承受 他說自己只有17歲 面對非一般的壓力,感到極度徬徨和疲倦 決定辭去發言人工作 好好思考未來在政改運動中的角色